我是一個馬來西亞的華人 也是一位穆斯林 在接觸伊斯蘭之前 我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 就只是跟著加尼的習俗 媽媽叫我拜什麼 我就拜什麼 從小到大 我不知道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我對我的未來 失去了方向 媽媽逼著我念好書 未來找份好工作 建立一個好的家庭 我對於未來非常的模糊 我只知道 如果我能夠讀好書 大學畢業出來 就一定會找到一份好工作 可能就像 一輩子了吧 當時的我不斷地在問自己 這真是我想要的未來嗎 阿漢堆 所以我決定套入社會模糊 我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而我了解到我自己很多的不足 我時常地問自己 到底我想要的是什麼 到底我們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麼 阿漢堆 直到我遇到了伊斯蘭 阿漢堆 我了解到了真主 阿漢堆 讓我們活在這世上的目的 阿漢堆 這種平靜 即使你擁有全世界的財富 都換不來的 阿漢堆 你每一天努力的原因是什麼 而我也透過伊斯蘭 我才了解到了 人死後會去哪裡 而我們這一世的努力 而我們這一世的努力 是為了下一世的更好的生活 尤其是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 每一天 很多很多的資訊 進到我們的生活裡 如果我們沒有很好的過濾 什麼是正確的信息 什麼是錯誤的信息 我們就好像一個垃圾桶一樣 每一天都接受著很多的垃圾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我們的腦袋裡堆積了很多 雜訊 這會導致 我們無法判斷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我是Rizian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想要開這個頻道的目的 是想要透過中文 跟更多想要了解伊斯蘭的朋友 來分享我所認識的伊斯蘭 伊斯蘭是多麼的美麗 可能有些朋友 對伊斯蘭有一些誤解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頻道 能夠聆聽更加多 關於大家對伊斯蘭的看法 而大家都可以獲得 心中的平靜 Assalamualaikum 和阿滅 阿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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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